復工其實隨時都可以 我覺得我應該可以畢業了 在生小孩這個部分 就是說我現在好喜歡回家喔 然後抱著女兒說 你看他好可愛 他怎麼那麼可愛 他好漂亮 就是情人 就是情人來抱到這樣 然後以前抱兒子的時候就是 欸他要找你 欸他肚子餓了 女兒是好可愛 他都對我笑 就看到一個大男人 然後就會開始娃娃音 我好愛你 你是不是很愛我 所以兒子也都會說 爸爸在跟妹妹談戀愛 就真的是前世情人 那有覺得自己失寵了嗎 我失寵 好開心喔 以後呢女兒就會 爸爸你在哪裡 你幾點要回來 下班了沒 我們家現在有男有女 然後對兒子而言 就是有一個妹妹的存在 他們也有責任感 然後復工 復工其實 嗯 隨時都可以 我覺得我應該可以畢業了 在生小孩這個部分 因為我之前一直在 育兒的同時也上了很多的表演課 以前的時間多一點給家庭 那接下來我就可以慢慢 把我自己多一點時間 給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我一直很希望回到戲劇圈 就是很希望能夠 接一個很過癮的角色 所以現在是宣佈風度的意思 如果真的有小孩來報導 我是絕對會生啦 但我覺得 我應該可以畢業的啦 也沒有所謂宣佈風度 獨入院如果真的 這麼有緣分 也是會讓這件事情發生 但我還是希望 可以開始拍戲 還是直接請勞工去劫子啊 有討論過這個問題 有有有 他那時候是說 我在做病毒的時候 他會去樓上檢查 但我忘記問他 他去做這件事情 希望我還是先拍戲好了 好可怕的問題喔 我生三個了 可以了啦